欢迎来到精品大案 本期精品大案 咱们继续说神探系列 并且还是陈教授破解的另外一起冤案 那是1996年6月底的一天 福建张州市某阵 终于迎来了一场暴雨的洗礼 这场大暴雨 也是结束了笼罩在头顶十余天的闷热 傍晚吃过晚饭之后 大家都是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纳凉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呢 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就聚集了不少人 大家围成一个圈 叽叽喳喳的讲述着这一天的家长里短 你们听说了没有啊 徐老太家的儿媳妇 就是被他们虐待出精神病的 一个中年妇女皱着眉头 咧着嘴跟大家汇报情况 这是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媳妇就搭了句枪 啊 不是说他儿子和媳妇感情挺好的吗 那小媳妇长得还挺漂亮呢 又给他家生了个儿子 有啥不满的 凭啥虐待人家呀 中年妇女永蒲散扇了扇风 又是说道 生了儿子就了不起了 他娘家没钱照样受气 就在这群长蛇妇议论纷纷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跑了过来 冲着他们就喊叫起来 不好了 那边有一个楼着火了 啊 众人们都吃了一惊 纷纷起身冲向了小孩所指的火场去救火 在这时候啊 有热心群众已经报了火警 最终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大伙被及时的扑灭了 索性是没有祸及他处 着火的这栋楼 就是刚才两个女人议论的徐老太家 而起火的地方是他们家的厨房 火警赶到的时候火势已经小了很多 很快被他们扑灭了 大家进到着火的厨房里发现 所有的器具几乎都被碳化变形了 可是让人惊恐的是 他们发现在厨房的地板上 仰面躺着一个女人 女人的身上穿着一短款睡衣 睡衣里边则戴着一件白色的纹胸 下身穿着肉色的三角裤 而女人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烧毁 只是残存着臀部受压的部分 一个火警上前摸了摸她的鼻息 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发现有人丧生之后 他们就立马报了警 围观的群众有人就认出来了 这个女人就是徐老太的儿媳妇何文秀 哎呦 怎么不见黎光和徐阿婆 以及他家小孙子何宰呢 咱们分头找找吧 别是出了什么事 围观的镇上的居民就开始分头寻找起来 大家伙把楼上楼下都找遍了 可还是看不到黎家人其他的人眼 这时候都已经快九点了 哎呀 这大晚上呢 一家人不在家都去干什么去了呀 众人正在纳闷呢 突然有人就说了 黎光会不会在东街他家金店里呀 这么晚了会在那吗 有人质疑 他们家不是以往每天六点半就关店了吗 有个年轻人分析道 我看不会在哪啊 又是救火又是救火车的 他们要是真的在东街的话会听不见 一个大爷说 不管在不在去那里看看总是应该的嘛 强子 你去东街看看去 他转头对自己的孙子吩咐了一句 那个半大的孩子撒腿就跑 他刚刚跑到街角拐角处 就撞到了黎光抱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回走呢 黎光的母亲徐真玉看到那个半大的孩子从自家跑出来 别问他 强子哪里失火了呀 哎呀 徐婆婆 我正是来找你们的 你家失火了 文秀嫂子被大火烧死在厨房里了 男孩如实回答 什么 听了这话 黎光脸色大变 他赶紧把儿子放下来 也来不及跟母亲嘱咐一声 就大步朝自家中跑去 一直跑到厨房里 他就看到了狼藉中躺在地上的妻子 见此黎光一下子扑了过去 阿秀 阿秀 见他那悲痛欲绝的模样 旁观的邻里们都不及潸然泪下 这个时候 徐老太牵着小孙子的手 也是跌跌撞撞的赶到了家里 邻居老大妈怕小孙子吓到 就主动帮他带孩子 徐老太也是颤颤巍巍的走进厨房 当他一见到儿媳妇被烧得惨不忍睹的模样时 不禁放声哭嚎起来 顿时楼内一片哭叫声 大约是过了十几分钟 街道办主任带着派出所几位民警赶到现场 他们上前去搀扶徐老太 安慰他 阿婆 不要哭了 大热天的哭坏了身子怎么办 走 我扶你去房间歇歇 剩下的事交给派出所的同志们吧 徐老太一转头 看到了派出所的同志 他抹了一把眼泪 对他们说 警察同志 辛苦你们了 他颤颤巍巍的就去了客厅等候 民警们开始工作 因救火人员众多 现场已被破坏 这时 黎光对几个民警说了 我老婆身体一直都很差 家里基本上都是我妈做饭 她平时下不了厨房的 今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我接了一个订单 人家让我两天必须交货 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让我妈在今天里一边带着孩子 一边帮我干活 可能是我老婆看我们这么久不回来 担心我们饿着了 就到厨房做饭了 很不幸引发了煤气炒火吧 黎光一边猜测着 一边对民警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几个民警就注意到 现场的双眼煤气灶已经被烧坏熏黑了 黎光又说了 左边的煤灶电子点火装置早就坏了 在平时使用时 总是先倒入几滴汽油 在燃烧器旁的成液盘内 用火柴点燃汽油后 再打开煤气开关 使燃烧器燃烧 正是一位民警在厨房角落里 找到了一个建立宝塑料空瓶 这里边有很浓重的汽油味 经过现场勘察 黎家没有被盗的痕迹 也没有被抢劫纵火的可能 那么按照黎光的说法 这真的是场意外 但是黎家的左邻右舍 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何文秀死得蹊跷 要求公安机关查清他的死因 一个姓李的邻居说 他们家的儿媳妇 是浙江渝瑶的姑娘 不是我们本地的 他们家一直都是首亿人家 开了好几家金店 很有钱的 看不上我们本地姑娘 那是92年娶过来的 刚开始对人家还不赖 可后来生了小孩 就把人家折磨成了精神病 可能是心里有愧吧 当时还送到精神病医院 治疗了俩月 可是没有彻底治好 这两年总是犯病 经常吵架呢 再有钱的人家 哪能搁得住 这么一个精神病的折腾 在一群自以为了解 真相的群众的渲染之下 小镇上一时议论纷纷起来 老百姓一向是同情弱者的 黎光和他的母亲徐真玉 瞬间就成了众人口中的恶人 有人愤愤不平 好好的一个姑娘 嫁到他们家一年多呢 就疯了 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家是怎么对待她的 还有人说 那女孩刚嫁过来的时候 多好啊 见了我们都是笑眯眯的打着招呼 可后来一犯病 甭管是谁 逮着就骂 骂得可难听了 他还经常骂他婆婆 打姑子 有的时候 还骂他家的保姆和孩子呢 可见平常肯定是受了气 不然哪会那么多的怨恨 更有人认为 这场火就是他们母子刻意的安排 就是为了甩掉疯癫的儿媳 这个大包袱 持着这一观点的人说 失火时 黎光和徐真玉在街前的金店里 那是完全可以听得到 镇上的喊叫声和救火声的 就算是看热闹吧 也应该跑出来张望一眼呢 可是他们竟然一口咬定 不知道外边着火了 那么刺耳的救火车声 他们怎么会听不到 他们是不是心里有鬼呀 而跟着人生疑的是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说 他在失火前的半个小时 看到黎光匆匆的走进家门 至于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邻居们就不知道了 可是民警在询问黎家母子 母子脸却坚决否认 黎光在晚间离开过金店 经过检验尸体 法医认为尸体头发上的汽油味很浓重 死者颈部受压不尾 头发未被烧毁 不排除死者 是被人猛击头部倒在地上 再浇上汽油分尸的 在案情分析会上 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 又是综合现场勘察的情况 真纪人员就统一了意见 何文秀死于他杀 死者的丈夫黎光有着重大嫌疑 事发的第二天 黎光被张州市公安局拘捕 哎 冤枉啊 警察同志 我在失火之前就没有回过家 在审讯室里 黎光一直叫去 我老婆就是死于意外 这不是阴谋 接着 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痛哭流涕 讲述着他们夫妻间的恩爱日子 他说 我老婆比我小十岁呢 又是如花似玉的人 还给我生了个儿子 孩子才三岁多 我怎么可能去杀他呀 说起妻子的好处来 他善然泪下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说了 不管是疾病还是贫穷 我们不会相互嫌弃的呀 他得了病 我也没有嫌弃过他 我平时有点忙 顾不上照顾他是不假 但是我聘请了保姆啊 这个保姆还是他们老家的人呢 事情发生之前的一个月 保姆回老家结婚去了 那天如果不是赶着那份订单 我又怎么可能让我妈带着孩子去金店里呢 肯定是要留在家里陪着他的呀 他痛苦的样子 着实令人同情 但是审讯的刑警们 却觉得无法相信 比起他的供词 警方是更加相信法医的尸检报告 他们认为黎光 这是在演戏 于是便决定把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请过来 和他当面对质 那么对质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呀 这场火到底是不是黎光放的 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咱们稍后再揭晓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黎光吧 他十年三十四岁 一九六二年六月份出生 虽是个南方人 但是却有着北方男子高大健硕的身材 他五官端正 相貌英俊 每遇见透露着几份事业有成的傲慢 读了一个高中 在毕业之后 又是跟着一位匠人学习制作金式工艺 学成归来之后 就在镇上开了一家金店 他制作的金式工艺精湛 花样特别新颖 很受客户的青睐 因此黎家的金店盛名是越传越远 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他的母亲名叫徐真玉 十年六十七岁 也是操劳过度 已经头发花白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劳许多 不过话说回来啊 老太太也不算是个苦命的人 至少她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 父亲还是一个有名的匠人 在曾经辉煌的时候 受了好几个徒弟 只不过后来在家庭幸福的时候去世了 徐真玉十八岁 嫁给了后来的丈夫 夫妻俩感情很好 结婚十余年后 丈夫因病去世 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过得有些艰难 无奈之下 就只好回到了丈夫的老家里生活 这老太太还有个女儿 名叫李月 十年三十八岁 在娘家做姑娘的时候 那是远近闻名的靓女 瓜子脸丹凤眼 高高的鼻梁 小小的嘴 尤其是她的皮肤百里透红 又粉又嫩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不少年轻人来她家里提亲 但是都被拒绝了 心高气傲的李月 一直想要找个有本事的男人 后来敬人介绍 就认识了在香港做生意的肖老板 俩人一见钟情 认识不到半年 李月就和肖老板结婚了 结婚之后 每年逢年过节 他都会回老家 看望母亲和弟弟 女儿嫁了个好人家 徐老太的心里就很是安慰 觉得对得起丈夫了 儿子也很争气 聪明能干 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吧 但是手艺不赖 今天的生意那是风生水起 年纪轻轻的就挣下了一番家业 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老板 这一转眼 儿子快要三十了 年轻有为 有一表人才 可惜也就是没个女朋友 徐老太为儿子的婚事发起愁来 希望儿子不要太挑剔 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生子 每回催婚 儿子都说 我也想结婚 可是我现在遇不到合适的 我总不能随便找个女孩子就结婚吧 老母亲无可奈何 只好托亲戚给儿子介绍对象 然而 小镇上不少的亲朋好友 给黎光介绍了很多女孩 她却都没有看上眼 徐老太生气的问她 你这孩子 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呀 找好看的呗 像我姐姐那样漂亮的 美不过我姐姐 就别跟我说 黎光扔下一个走标准 怒气冲冲的回到了金店 埋头做她的金饰 既然儿子想找个漂亮的 那就给她找吧 徐老太就找了丈夫多年的老友郑二强 把儿子找对象的条件说给他听 询问他 你经常走南闯北的做生意 有没有认识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给我儿子介绍一个呗 丈夫的老友客气的说 我帮你留意着吧 过两天 我要去浙江那边做生意 人家说江南美女多 江浙川瑜都是出美女的好地方 说不准还真能给你家寻觅个好媳妇呢 这年的冬天 郑二强去浙江做生意时 在路过鱼瑶的一个小镇 在那里落脚休息中 无意就看到正在端茶送水的店主人的女儿 一个十七八岁的妹子 模样那是光彩照人 姑娘虽然是衣着粗陋吧 但是那张俏丽的脸带比离家的姑娘 那是一点也不逊色 这郑二强和离光的父亲 有着几十年的交情 对徐老太的叮嘱就一直放在心上 但是往外没想到啊 但这穷乡僻壤 竟然真的让他发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他的心里就很高兴 就小心翼翼的和老板攀谈着 得知店老板姓何 这俊俏的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得此消息 郑二强就找了个借口 在他们家店里住了三天 这三天 他就一直观察着这家人 以及那个漂亮的姑娘 他也肯花钱 经常让店家帮他买一些好酒好菜 这些东西他又不吃完 就拉着这店家的一家老小一起吃喝 那会儿的浙江不是现在这么经济发达 那个时候小山村里的人照样是没见过啥市面 这店里好不容易来了个有钱人 何老板就感觉啊是来了个财神爷 把他照顾的很周到 跟他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 郑二强把带来的两条好宴都是给了何老板 又是客气的跟他攀谈 你家小女儿定亲了没有啊 何老板长叹一口气 没有呢 好好的书不念 非要去大城市里打工 这不给他说了好几门亲事都不应 一个水淋淋的丫头出去打工 这万一遇到坏人可咋办 我不放弃 他就天天跟我闹着生气呢 听说这姑娘还没有定下亲事 郑二强的心头一喜 就试探着问 何老板 说句不知深浅的话 你信得过我不 啊 老哥这样好的人我还能信不过啊 何老板满脸对笑 这话让郑二强吃了一颗定心碗 那我不容明说了啊 我想跟你家女儿提门亲 哪里的 家境好不好啊 何老板的眼睛放光 他觉得眼前这位财神爷认识的肯定都是有钱人 啊 就是我的一个小同乡啊 他是我师兄的儿子 今年29岁了 人长得很好 家境当然也不错了 绝对配得上你家女儿的 接着他就详细的将离家的情况介绍了一番 末了还强调了一句 你放心吧 你家女儿嫁过去只有享福 离家亏待不了他的 我那侄子说了 他就是想找个好看的 何老板听说对方家境不错 就满口答应下来 末了还给了郑二强一张自家女儿的照片 郑二强走的时候还让女儿感谢他 看着何姑娘羞红的脸 郑二强满心的欢喜啊 他在口袋里摸了半天 摸出一个给自家女儿买的金戒指 送给了何姑娘作为见面礼 并说啊 这个戒指算不上好看 你要是嫁到离家去啊 他是开金店的 首饰还不认你挑 你们就放心吧 我马上回老家 尽快带我侄子来相亲 一番话又是说的何家妇女心花怒放 原本老太太也没有抱多大希望 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 这郑二强还真的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那天 母子二人又在为找对象的事争吵呢 就看到郑二强着急忙慌的进了他家门 他面带喜色的 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来 摆在了母子面前 找到了找到了 你们看看 这女孩的模样还可行啊 黎光看了一眼照片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 哎呦好啊 郑和我意 郑和我意 多谢郑老爹 既然侄子满意了 郑二强也很高兴 我就知道你会相中的 那小姑娘可勤快了 这两天赶紧把店里的事安排一下啊 跟我去浙江那边相亲去啊 到了何家之后 男女双方一见面 彼此都很满意 何家的父母兄弟就更不用说了 姑爷容貌好 家境好 人又懂理 样样都令人可信 老两口趁热打铁 就赶紧给女儿女婿领了结婚证 用当地最讲究的礼 为小两口办了婚事 婚后 黎光带着新娘就去了杭州 上海南京北京 一路游山玩水 来了一个时髦的旅行结婚 这就让何文秀大开眼界 两个月后 黎光携带妻子回到小镇 镇上的人早就听说 黎光找了个美丽的新娘 纷纷上门来喝喜看望 发现这新娘子果然漂亮迷人啊 婆婆徐真玉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何文秀对这陌生而又富裕的家庭中的一草一木啊 都感到心奇满意 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过起了日子 婆婆主持家务 丈夫在金店挣钱 全家都把何文秀当宝贝般宠着 镇上的人也都称到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来年的二月份 何文秀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这在重男轻女的这个小镇上 一下子就传为了美坛 不少人都觉得他们黎家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在这个计划生育的年代 居然头一胎就喜得贵子 婆婆徐真玉更是欢喜的不得了 终于有传宗接待的人了 自己也对得起黎家的列祖列宗了 对得起死去多年的老伴了 可好景不长 在他们家小孩满月的那天 黎家的独栋小楼里竟然传出了一阵鬼哭狼嚎的嘶大声 断断续续一直吵到了天明 一开始啊 镇上的人们并没有注意 这小夫妻俩吵吵闹闹是常事啊 可是三天两头的哭喊打闹 邻居们就开始生疑了 再加上满月之后 并不见到何文秀抱着孩子出来露面 邻居们就开始议论 这夫妻俩怎么天天打架呀 也不把孩子抱出来 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是不是生了个怪胎不敢见人呢 谁知道啊 他们家总得办满月酒吧 再后来有好事者就去问郑二强 可是一问他却摇头三不知 更有人去问徐老太 徐老太也总是支支吾吾的不肯说 于是渐渐的就有谣言传了出来 徐家的儿媳妇得了疯病 其实那些流言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就冒出来的 有人曾经就一大早看到黎光把他媳妇带出了阵子 但是天黑的时候却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 他的媳妇却不见踪影 打这天起 邻居们就有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他家的争吵声了 但一直不见何文秀回家 有一天有一个人去黎光的店里问他们的小学徒 那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 他只说我也不知道师父家到底是怎么了 听说师娘生病住院了 据小学徒的话 人们猜测何文秀可能是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还有一次是郑二强喝醉了酒之后 哀声叹气的对老乡们说 我对不起黎家呀 找来找去竟然给他找了一个有疯病的女人 凭借着这两点 关于黎家媳妇疯了的传言 那是越传越凶 以至于那次大火事件之后 所有人都猜测何文秀的死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肯定是黎光为了摆脱他这个包袱 故意回家杀人焚尸的 那么真相到底是不是人们猜测的这样啊 还有一位邻居 他不是看到过黎光中途回家的吗 他和黎光的对峙又是怎样的 话说那天 黎光见到那位邻居之后 顿时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低下了头 终于是支支吾吾的承认了 自己在失火前半个小时 确实回过家 听了这话 审讯的民警顿时就警觉下来 他们质问他 你回去干什么了呀 为什么之前一直否认呢 我就是回去拿了一个测量工具 因为店里那个坏了嘛 我得加班加点的把客户的订单完成 不得不回家拿了一趟 拿上工具之后 我又是匆匆忙忙的回到了店里继续加班了 我连我老婆的面都没见到 黎光哭丧着脸唉声叹气 我之所以不想承认 是因为我讲不清楚 怕惹来麻烦吗 我就跟我妈商量好了 绝对不能暴露自己失火之前回过家 当时天黑了 我以为没有人看见 谁知道 现在好了 我倒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很快 黎光被送交检察院等候开庭审判 7月初 张州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很快 张州市人民法院判处黎光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小镇的居民得到这个消息 欢呼雀跃起来 他们就仿佛看到一个为父不仁的坏蛋 即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这个消息 却让徐老太母女二人屡次的悲伤晕绝 宣判前 老太太徐真玉已经在社会上奔走呼号 四处诉说着儿子的冤情 姐姐黎月也是从香港赶回来营救弟弟 母女俩奔走于世人大市政法委 要求政法机关查明何文秀的死因 还儿子黎光清白 后来世人大就非常重视黎家母女的申诉 可无奈 黎光犯罪证据确凿啊 无法逃脱死罪 在法庭宣判的第二天 徐真玉母子同黎光在狱中相见 泪流满面的黎光 将连夜写就的申诉信交给姐姐 要她向高级法院上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 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公民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 根据这一法律法规 当事人可以向任何一级人民法院或者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没有审级的限制 人民法院收到黎光以事实不清判处死刑冤枉的上诉之后 决定派法医对何文秀的死亡原因重新进行鉴定 7月上旬 人民法院邀请了公安局法医与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同赴张州市重新调查此案 在公安局里检察官和法医一起调阅了案发时的现场记录 审讯笔录和尸检报告 再一次勘察了失火现场走访了小镇的居民 结论是他们无法推翻已有的判决 黎光确实有着重大的杀人嫌疑 在小镇上他们还发现了 黎光杀妻一案在镇上的影响很坏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告诉检察官 我们这个小镇是一个民风淳朴 人人知书达理的古镇 自古以来都是夜不避祸 路不时宜啊 没想到既然出现了杀妻这样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这可是败坏了我们小镇的名誉啊 他们怎么有脸还活着 死了也对不起老祖宗 这镇上的不少人都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位民风淳朴的小镇而感到自豪 但是自从出了这样的事 他们都痛恨黎光 老人们更是痛心疾首 黎姓是镇上的大族 几乎占了全镇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但是黎氏家族并不互短 族里的人们都为出了黎光这样的不孝子而愤怒 有几个钱又怎么了呀 能够做伤天害理的事了 还把他姐姐办回来了 黎月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有个香港户口吗 香港人咋了 比我们高一头 他就是搬出他姐姐黎月 他还是个杀人犯 杀人就得偿命 多可怜的文秀妹子 生生的被他们给害了 害成了精神病还不算 还把人家给杀了 就是啊 碍事的包袱被搬走了 就可以找更好的更年轻的了 听说他外头早就有女人了 这外头见钱眼开的女人可多着呢 小镇的居民都是同情何文秀 纷纷要求公安机关严惩凶手 但是为黎光作媒的郑二强却另迟疑 他对检察官说 我相信黎光是绝对不会杀气的 更不会在外边有别的女人 检察官不解 你对他就这么了解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你们见到他姐姐就明白了 啊 这句话又把检察官给说糊涂了 不是 您老这是啥意思吗 郑二强又是叹了口气啊 这 这叫我咋说呀 这个结果眼上我也不得不说了 毕竟关乎孩子的生命呢 要不是为了救他的命 打死 我也不说 这都是人家的隐私 接着 郑二强满腹心事的就回忆起了当年的旧事 郑二强17岁就离开家乡去了上海 在上海跟着一个著名的金店老板做学徒 他也是在这个金店里认识了比他年长五岁 早来七八年的老乡黎正刚 也就是黎光的父亲 我师兄从小就跟着师父做学徒 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最起码比我强太多了 我当时去学业也只不过是想混口饭吃 学起来也没有我师兄用心 师父看我不是一块好材料 也就没有尽心尽力的教我 他把所有的技术都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我师兄 郑二强悔意着说道 我师兄出师之后就成了师父店里的住心鬼 师父和师娘舍不得让他走 就把家里的店给了他 顺便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也嫁给了他 反观郑二强在那家店里 他也没有学好手艺 混了三年之后 决定自己去干其他的生意吧 便辞别了师父和其他的老乡 在上海做一些小本生意 他本身也是有一点经商头脑的 时常的做点小生意都能够赚点钱 后来就回了老家 这边 他的师兄黎正刚 正是徐家的女婿又是徒弟 自然对师父师母的关爱感激不尽了 四口之家的生活温馨而温暖 时间一晃过去了很多年 可妻子徐真月就是不能生育 找了好多的医生 吃了不少的药也是不见效 一晃两口子也有三十多岁了 他们仔细的商量之后 决定领养一双儿女吧 此时已经是六零年 上海早就是公私合营了 黎正刚工作的那家金店 同几家工艺作坊合并 成为了一家工艺美术工厂 黎正刚也是由于技术好 又是厂里设计师的设计师 经济条件相当好 他们两口子想要抱养孩子 消息传出去之后 自然就有热心人来帮忙 不久 好友就帮他从浙江的乡下 抱来一个两岁的女孩 这女孩子生的眉清目秀 徐真月一眼就喜爱上了 这个女孩就是黎月 她是出生于浙江一户船工之家 父亲是在乌鹏船上工作 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家中的兄弟姐妹七个 她是最小的 实在是养不起了 听说有人要抱养孩子 家境又不错 船工两口子商量之后 一咬牙便将她送了人 也就在黎月来到黎家的第二年 黎正刚从东北出差 带回来一个男孩 男孩刚曼月 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 他看到徐真月就笑 又是把徐真月的心给笑软了 黎正刚对妻子说 这孩子是我东北一个朋友帮我找的 他父母都是农民 听说孩子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他爹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死了 他娘就挺着大肚子改了嫁 但人家嫌弃这孩子 一满月就张罗着把他送了人 做亲娘的也就只能想办法 给孩子找一户好人家了 我正好出差到那里 那个朋友想着我家没有儿子 问我想不想要 我说那就看看呗 这一看 哎哟 我就觉得这孩子真好啊 就舍不得放下了 我猜你肯定也喜欢 徐真月抱着孩子爱不释手 你看这孩子可真乖 哎你瞧这大眼睛多好看呢 对了你没给人家留点钱呢 当然留了 一个女人生孩子可不容易啊 产后得让人家好好补养一下嘛 我给他留了一些钱 还有营养费 然后就把孩子给带回来了 这个孩子就是李光 徐家的两位老人非常喜欢 这一对不是亲生的外孙外孙女 有了孩子的家就更觉得热闹起来 日子是越过越美满 哎 只可惜啊 好景不长 在两个孩子十来岁的时候 我师兄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没过两三年 我师父和师娘也都先后离开了人世 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 就剩下了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 说到这儿 郑二强叹了口气 可是啊 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 日子过得特别艰难 遇上点麻烦事 也只能是忍气吞声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去看他们 就提到了将来该怎么过 我说要不跟我回老家去吧 毕竟在我们那个镇上 大家伙还能帮衬他 绝对不会被人欺负的 听了郑二强的建议 徐真玉也觉得是个好办法 于是他就征求两个孩子的意见 此时 黎月已经上了中学 人不大 但却很懂事 他也赞同妈妈的意见 回老家 黎光还在上小学 啥事都不懂 见妈妈姐姐说要搬回老家去 也觉得很好 要换一个新家了 不是很好玩吗 就这样 徐真玉带着两个孩子 回到了丈夫的老家 果然就像是郑二强说的那样 老家人很热情 对他们孤儿寡母也很照顾 帮助他们收拾年久师兄的老屋子 又是送一送十 徐真玉感到心里暖暖的 我嫂子回来之后 我经常想起跟师兄在店里生活的那段时光 以前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师兄弟感情就不错 现在我就觉得自己更有义务 照顾好嫂子和两个子侄 郑二强说 他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后来因为那个特殊的时期 就是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 结果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不仅是被抓去游街示众 甚至还坐了几年的牢 在他坐牢的时候 妻子跟他理了婚 带着孩子跑了 这么多年 一直就没有跟他再联系过 他也不知道妻子去了什么地方 心灰意冷之下 他就打起了光棍 嫂子徐真玉回乡之后 和郑二强的来往自然就比较亲切些 有什么好吃的 都叫女儿给郑二强端着去送一碗 有什么事 也喜欢找郑二强这么商量着 郑二强自然也是真心真意的去助了一家母子 什么重活脏活都是懒过去做 在一些大事小事上 也是实心实意的帮助他们 排忧解难 由于徐真玉和郑二强两个人都很正派 在镇上的口碑也挺好 对于两家的这种交往 镇上人都十分理解 也没有什么鲜言碎语 日子就这样在平静之中一天天的过去 不知不觉间 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那侄女从小就生得眉清目秀 人见人爱 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方圆几十里的大妹人了 她本来读书的时候学习就不错 只是在后来遇到了动乱时期 就耽误了学习 那孩子很聪明 七八年的时候 还自己复习了一年 准备参加高考 79年 她还真的考上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 一下子就给黎家争了光 成了家族里的骄傲了 黎月大学毕业之后 就留在广州一家中学教书 她的婚事一直拖到了三十岁才得以解决 足利人都说 黎月眼高 一般人看不上 所以才在最后嫁给了香港老板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造成姐弟俩晚婚悲剧的 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 说到这儿 郑二强又是重重的叹了口气 黎家姐弟自小感情就很好 黎月早先不知道自己是换来的 但是他知道弟弟是爸爸从东北报来的 懂事的黎月见爸爸妈妈疼爱弟弟 他一点也不妒忌 相反他觉得弟弟很可怜 他就很爱弟弟 特别是爸爸去世之后 他更是和妈妈一样 把弟弟当成了掌上明珠 黎光长大了 同黎月一样 他也长得是一表人才 也许从小而看父亲搞工艺美术设计 他也是很早就显露了这方面的才能 民间工艺的什么剪纸编织木雕之类 他在房间里是摆了一堆 而他本来也是想着考大学进美术学院的 只是由于历史原因 当年的功课都落下了 能过关的也只有专业课 文化课差的太多了 无奈这下 黎光就只好放弃了上大学 在小镇上开了一家金店 继承父亲的专业 这工作也让他比较安心 毕竟可以随心所欲的 对各种珠宝饰品进行设计与创作 他非常喜欢这个工作 他的脑子很灵活 设计的东西也比较独出心裁 就很受客户们的欢迎 金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兴旺 很快 他用赚的钱 盖了一栋自己精心设计的小洋楼 里边布置的温馨典雅 镇上的人都很羡慕这孩子 觉得徐真玉生了两个宝贝 这辈子可以想两个孩子的福 可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这人人都羡慕的黎家 也有这么一本难念的经 那就是这两个孩子 都有一个秘密 当他们知道自己不是黎家的 亲生骨肉之后 渐渐的就相爱了 黎光之所以拼命的赚钱 还盖了洋楼 那就是因为他觉得这里是他和姐姐的家 他爱姐姐 他要娶姐姐 他们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黎月对弟弟的爱也是很浓厚 一表人才又多才多艺的弟弟 是无数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他也渴望和弟弟幸福的生活一辈子 虽然姐弟俩并没有相互表白过 但是每一个亲密的眼神 就已经相互明白了对方的心 姐弟俩想的很天真 反正我们不是亲姐弟 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的婚姻 只要母亲点头同意就可以了 可哪知啊 徐真玉他就是不敢点这个头 在小镇上 锦小甚微的生活了几十年的徐真玉 他早就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老人 他明白儿女们的心思 从心底里也认为 他们是一对天生的家侣 姐弟俩如果真的能够成为夫妻 永远围绕在他的膝下 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美事 可是他却知道 要想把这件事变成真实的美事 这期间还得让所有人都没有意见才行 那天他来找我商量 我先是吓了一跳 可后来仔细的想了想 我觉得他们姐弟俩的婚事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毕竟没有血缘关系嘛 但这件事吧 还得找离世家族的老人们说一事 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毕竟以后还得在镇子上过日子呢 落人口舌可不好 郑二强就帮着徐玉珍 找到了离世家族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向他们坦白了此事 想征求他们的意见 可不了 那几个老人瞪着眼睛问 不是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姐弟俩是抱养的 还不等郑二强说话 组长就发怒了 就算是抱养的也不行 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姐弟的名分还在 你见过谁家的儿女自配成婚的 这是乱伦 有一个老人又说了 现在俩人到了婚配的年纪了 你才跟我们说他俩是抱养的 可四邻八舍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亲的呀 你现在跟所有人说人家会信吗 只会说为了结婚找理由 到时候指不定怎么骂街呢 你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楚 老族长用拐杖处着他 要是这事让全镇人笑话 我们黎氏家族的名誉就被彻底毁了 别说是我们黎家的名声了 就是我们镇上这么多年的好名声 也被彻底毁了 所以我们是不会同意他们姐弟俩的婚事的 镇政府也不会为他们登记的 郑二强无奈的叹了口气 看着组长生气的样子 他就知道这事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他只好满面愁容的往回走 看着他的背影 老族长又喊住了他 你去告诉他们家 不要做这种招惹麻烦的事 他们家搬到镇上十几年了 全镇的民众对他都不保 如今我们不求他们家报答 只求他们不要毁了我们镇上的好名声 别让人家骂我们伤风败俗 如果他们不听硬要结婚的话 那就滚出我们这个镇子吧 永远不能再回来 郑二强善善的从族长家里走了出来 就这样 黎月和黎光的爱情刚刚萌芽呢就被掐断了 此后他俩也是尝试着再努力一下 但镇上的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们 更有风言风语的说他们这是血亲相间 伤风败俗 说到底镇上的人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俩是分别抱养的 有人还冷言冷语的拿话刺激徐振玉 让他拿出证据来证明两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可徐振玉他到哪去找这个证据 八十年代初中国还没有亲子鉴定一说呢 徐老太就只有劝自己的孩子放弃吧 我们还要在镇上生活下去不要做招人闲话的事 黎月只是个女孩子家 为了躲避闲言从那时他便远走广州 嫁了一个香港商人就很少再回来了 直到黎光结婚之后一切流言这才平息 黎月也是渐渐的一年回个两三回家 看望母亲和弟弟 黎光得知姐姐嫁人之后特别伤心 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发誓要找一个像姐姐一样漂亮的女孩做媳妇 他有钱人长得又英俊 不少的姑娘都相中了他 但是他却一个都看不上人家 不想娶我们镇上的姑娘 说到这儿 郑二强又是猛抽了一口烟 当时我跟他妈都很操心他的婚事 毕竟快三十岁的人了 早该成家了 后来他妈妈让我帮着留意着 我就决定帮着个忙 那年也是凑巧 我就在于瑶那边遇到了文秀姑娘 刚开始二人相亲的时候 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 几乎也算是一见钟情 就这样匆匆忙忙的就结了婚 可后来黎光才发现 这二人过日子不能只看那张脸啊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的内涵 何文秀这姑娘长得漂亮 只是没怎么读过书 虽说是念了一个初中吧 但当初上学也只是混混日子 毕业之后所学的东西全部都还给了老师 只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脑壳 没文化吧也就算了 可黎光却发现 这女孩还很小肚鸡肠 气量和见识跟姐姐根本就没法比 在用钱的事上就经常跟她吵架 甚至还特别的疑神疑鬼 常常怀疑黎光在外边勾搭小姑娘 有的时候黎光和店里的女客户说上没几句话呢 何文秀看了就非常生气 回到家里就跟她吵架 黎光很无奈 甚至开始后悔起来 后悔自己当初选老婆的肤浅 后悔她只看外表 慢慢的 她都不太想和媳妇说话了 而面对她这个冷淡的态度 小心眼又多疑的何文秀 就更加怀疑丈夫变心了 更是三天两头的找她闹 越闹 黎光对她就越冷淡 就演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直到后来有一天 何文秀听到镇上有人在议论 她老公和她大姑姐的事 这个留言对她的打击就很大 回到家里又是找丈夫闹 甚至还破口大骂她的大姑姐 说大姑姐就是害人的狐狸镜 黎光就生气了 你平时骂我就行了 你骂我姐姐那可不行 便跟她争辩下来 争着争着 何文秀就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 后来这女人和黎光闹 无非就是 这心里有点芥蒂 可是闹的字数多了 她的神经就有问题了 再加上当时有点产后抑郁 这么一来二去的 还真的就成了神经病 其实何文秀在乎的那些 这姐弟二人却早就已经不在乎了 姐姐黎月在结婚以后 老公对她很好 夫妻俩感情也很好 她早就把曾经苦涩的初恋忘得差不多了 对黎光只有姐弟情 黎光也是 自从决定结婚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准备跟妻子好好的过日子 和痛苦的过去彻底告别 可是被媳妇这么一闹 她只觉得闹心 这夫妻俩天天这么吵架 吵架的原因被黎月知道之后 她也就很少再回来了 老太太一看女儿不回来了 脸上就不乐意了 总是生气 觉得儿媳妇太不懂事了 我儿子都已经跟你结婚了 你还闹腾啥呀 还有啥不满意的 但是老太太嘴上不说 只是在没人的时候 偶尔跟郑二强发两句牢骚 后来有一次儿媳妇居然当着她的面 骂她闺女 老太太就生气了 从那天开始 在态度上对这个儿媳妇也是冷了下来 虽然平时还是包揽了家务活 不让儿媳妇盖 还帮她带孩子 但是她却不愿意跟她说一句话 黎光也是尽量把精力都放在了生意上 每天回家那是越来越晚 她能在外边待就尽量不回家 因为一回家就会面对媳妇的争吵 吵得她脑儿疼 可是这么一来 何文秀就更加想不开了 结果就得了神经病 生病之后 徐老太和儿子又觉得对不起她 慢慢的在态度上对她又是热情了很多 她生了儿子之后 我嫂子还给她请了保姆 专门照顾她 给她做营养餐 而且还找了一个他们浙江的厨子 从这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嫂子和我侄儿对她有多好了吧 哎 郑二强说的又是重重的叹了口气 我可真是后悔给她做这个没了 没想到给她找了这么一个女人 我对不起死去多年的师兄 从郑二强家出来 检察官就碰到了何文秀的大哥 何文贸 何文贸一接到妹妹的死讯之后 就赶了过来 他坚持否认妹妹会自杀 他说我妹妹肯定不是自杀的 你们可不能听他们黎家人胡说呀 我妹跟我说过 他们夫妻俩的关系不像黎光说的那么好 自从我妹妹得了病之后 黎光就开始冷淡她 甚至还虐待她 每回我妹妹发病的时候 黎光不让邻居发现给她丢人 就把她绑到储藏室里 给她吃剩饭冷菜 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说到经济问题 何福贵更是怒火万丈 他们黎家虽然有钱 但是根本不让我妹妹花 我妹妹特别想着我们一家人 一直想给我们家里寄点钱 可是她手上几乎就没有任何的零用钱 刚结婚那阵 黎光给我父亲留了五千块钱 可后来就再也没有给过了 这么几年 我们没有拿过她家一分钱 说到这里 何文贸像是想起了什么 说道 对了 我刚来 黎月就请我喝茶 说给我一万块钱 条件是让我向公安机关 说明我妹妹是死于意外的 这样她弟弟就能够被放出来了 说着呢 何文贸又是怒气冲冲的说 她这个狐狸精啊 以为一万块钱就可以买我妹子的一条命 我妹妹的命没那么贱 还有啊 我妹妹最恨的就是这个女妖精 突然 何文贸朝着检察官就跪了下来 警察同志 你们一定要替我妹妹申冤啊 我妹妹之所以会死 就是他们姐弟俩给害的 调查完回来 检察官与同事们就商量起来 觉得有必要询问一下黎月 他们就来到了黎月 同其母徐真玉下榻的张州市一家三星级酒店 当黎月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确实啊 让人眼前一亮 他们在心里也不由的赞叹她的美貌 虽然已经年近四十了 但是她那苗条的身材 妩媚的笑容 举手投足间的优雅 不能不令人赞叹她的魅力 黎月温文尔雅的回答了刑警们的询问 而且她明确的表态 弟弟绝对不会是杀气凶手 我弟弟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弟妹得了病之后 我弟弟一直很愧疚 一直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她 毕竟我弟妹不是这边的人 为了照顾她的情绪 我弟弟还给她找了一个浙江渔瑶的保姆 她也是希望这个老相 能够缓解我弟妹想家的心情 那个小保姆来了我家之后 确实让我的弟妹心情好了很多 也不像以前那么闹事了 可谁知道 人家小保姆前脚刚请假回家 后脚就发生了这样的残祸 检察官见她说的很真诚 但是也没有全信她的话 就问她 那你为什么要花重金收买何文帽 黎月急忙解释 说由于自己不懂法 又是无比坚信弟弟是无罪的 但是现在的一切证据都对弟弟不利 就自以为 只要何家的亲属不再追究 弟弟便可以无罪释放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我年迈的母亲天天以泪洗面 更是不忍心看着我无辜的弟弟去坐牢啊 她就再三的请求公安机关谅解自己的做法 同时也在不断的强调李光是无罪的 就是 握病在床的老太太徐真玉 更是痛苦万分的身影响着 阿月啊 我可真后悔 我后悔啊 在阿光的婚事上 我对不起你们 黎月则是安慰母亲 妈 你安心养病啊 不要胡思乱想 阿光他没有杀人 他不会有事的 回到检察院 检察官与法医以及张州市局的同事 对案子进行了一番讨论 面对本案在当地的影响及其复杂性 他们统一了意见 认为最好的办法 就是重新对尸体进行检验 7月下旬 安法医对何文秀的尸体进行了病理切片检查 读物检验之后 认为何文秀是自杀身亡 根据就是何文秀自产下第一胎后 出现情绪性的精神分裂症 并且夫妻关系不和 尤其是在用钱的问题上 黎光限制他 使他内心充满了积怨 而精神分裂患者的人格特点 就使得他容易做出极端的事 黎光供认 在出事的前一天 同妻子吵了一架 何文秀有可能就是为此而轻生的 他尸体上的汽油味很浓 不能排除何文秀将汽油倒在身上自焚的可能性 这一次法医的尸检鉴定 与之前法医的鉴定书 那是截然不同的 消息一经传出 群情哗然 对于这个新的结果 死者的家属何文帽首先表示不服 他口口声声说 司法机关是看人下菜碟 有钱有面子的黎月 欺负他们乡下人 一时见 司法机关袒护离家包庇杀人凶手的留言就不幸而走 镇上的老百姓都是群情激愤 纷纷指责司法不公 结果就导致公检法的形象在当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面对如此的鉴定结果 两地公安局的行政人员也是相互的难以接受对方的意见 在案情分析会上那争论也是极大的 本着对人民对司法负责的态度 两地公安局的贞纪人员先后五次勘察现场检验尸体 但是还是难以形成统一意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向省公安厅求助 7月底 广东省公安厅在接到了两地公安局送来的联合申请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将一位资深法医派来张州市 进行了第六次三级联合勘验 省厅派来的法医对何文秀的尸体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进行了详细的检验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何文秀属于意外死亡 而对他杀自杀意外的三种勘验结论 侦察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县地省三级法医进行了六次联合勘验 仍然无法统一意见 此时 湛江地区的报纸就开始披露何文秀一案的调查情况 电视台也对黎月和何文茂分别进行了采访 离合二人当然各有说辞 于是何文秀死亡一案 在当地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各方对公安机关办案不利表示不满 这又给公安机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此案闹得愈演愈烈之时 圣公安厅又是做出决定 就是求助咱们权威法医老专家陈教授 只有他来才能将这一陷入僵局的谜案给破解 这位陈教授没错了 他还是陈士贤教授 不过这回他是压轴的 快到案件的结尾处他才出现 但不妨碍本案的精彩性 通过前面几起案子咱们也了解了 这位陈士贤教授他不仅是权威法医老专家 还是全国有名的刑侦专家 大概率上只要他出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疑难杂案 这位破案专家是在8月5日下午来到了福建省 在听取了省厅的法医们 以及刑侦人员的案情汇报之后 在刑侦人员的带领之下 他赶到了案发现场 黎家的小洋楼 此时黎光被逮捕 徐真玉和黎月则住在张州市的大饭店里 他们家15号楼是人去楼空 昔日那温馨舒适的住宅 如今却显得凄冷颓败 现场是南北长东西窄的厨房 面积为9平方米 厨房的南北墙和西面墙均有窗户 在西墙下则是贴着白色瓷砖的大炉灶 大炉灶的后边 与灌装煤气相接触的胶管已经老化 有轻微的漏气现象 厨房的南北侧则是安有洗手池 陈教授仔细的查看了这间厨房 也就是失火现场 尤其对炉台的大烟熏烤的痕迹 看得十分仔细 从煤气灶 以及瓷砖灶台烟熏的痕迹来看 这燃料有着向下 并向右侧立柱部位流淌的现象 他就记起了那个烧的变形的塑料瓶 他距离尸体的脚架有三十厘米 变形的瓶口有火烧过的痕迹 看完这些之后 陈教授的心中就有底了 走吧 再去一趟医院的太平间里吧 我要再检查一下死者的尸体 陈教授对刑侦人员说 两个刑侦人员对他点了点头 带着他去了镇医院的太平间 在太平间里 陈教授第一次对何文秀的尸体进行了尸检 被烧伤的尸体检验 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 尸体的外表被火烧灼 不仅破坏了尸体原来的形状 而且还会很大程度上掩盖死者被害的罪证 同时火烧现场经过消防救火之后会遭到破坏 更严重的是 有的现场由于房屋倒塌 还会造成更为复杂的死后伤 在这种情况之下 法医对于死前伤还是死后伤的鉴别 就显得十分重要 陈教授根据看过的资料 已知尸体是呈仰卧位 躺在煤气灶台前的地上 头男脚北 双上只屈上 举于头的两侧 双手呈鹰爪状 左下只伸直 左脚的肩部 压着一只女士拖鞋的根部 她从来就不放过这些细节 有些细节就是破案的关键性线索 陈教授一边检查着尸体 一边回忆着尸检报告 在尸体的额部 双侧脸颊部 以及右枕后上方的长发 已经被烧焦 但是靠近头皮处 却没有明显的烧伤 其中 枕部受压部位的头发 也是没有被烧毁 在未被烧毁的头发中 可以嗅到强烈的汽油味 尸体的面部则是布满了烟灰 眉毛部分被烧焦 结毛还尚存 双眼闭合 角膜混浊 双眼茧 结膜冲血 鼻腔有少量暗红色的粘稠液体流出 鼻毛已经被烧光 鼻骨无骨折 口唇稍张开 口唇面部有烟熏的痕迹 舌尖则露出尺外5毫米 并有烧灼伤 口唇是轻度烧伤 双侧耳阔轻度烧伤 呈小耳阔状 颜面部颈前皮肤三度烧伤 双上肢皮肤三度烧伤 并且有烟熏的痕迹 腹部是三度烧伤 会音部则呈深二度烧伤 全身体表烧伤面积高达80%左右 呈上重下轻前重后轻左右对称状 胃烧伤部分的皮肤呈阴红色 并有少量的水泡 足底部干净 无烧伤及烟熏的痕迹 陈教授进行尸检时 贤熟麻利的动作 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这就令担任助手的省厅法医羡慕不已 其他的年轻法医和刑警更是钦佩至己 当晚夜深人静十分 陈教授就提笔集数 结论是 何文秀既非自杀 也非他杀 他是死于意外事故 第二天上午 张州市公安局会议室里 坐满了先后参与何文秀死亡一案的 所有真纪人员 会议开始之后 陈教授很礼貌的对大家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就在昨天 我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得出了他的死亡性质 现在在我揭开这个问题之前 我认为大家应该先搞清楚三个问题 死因 死亡经过 死亡性质 陈教授清了清嗓子 目光扫了一眼台下的众人 接着又说 死亡原因 法医的尸检鉴定也是写的很清楚 我就不再赘述了 着重的说一下后边的两个原因吧 陈教授看上去格外的疲惫 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熬夜工作所致的 但他还是慢条思理的 开始阐述何文秀的死亡过程 案发现场 有一个烧坏熏黑的双眼煤气灶 据主人家说 左眼煤气灶 电子点火装置 原先一坏 在平常使用时 先是滴几滴汽油 在燃烧器旁的成液盘内 用火柴点燃汽油之后 再打开煤气开关 这就会使得煤气灶燃烧 另外 经现场检查 煤气管与煤气灶连接之间 连接不紧密 橡胶输气管接口有些破损 有轻微的漏气现象 从煤气灶 以及瓷砖台烟熏的痕迹来看 这燃料有向下 并且向右侧立柱部位流淌的现象 另外 在尸体附近 留有装有汽油的建立宝塑料瓶 再从死者和文秀烧伤特点来看 有上重下轻 前重后轻 左右对称 右小腿前方 有带状烧伤等特点 特别是腰以上的部位 和两上肢的内侧烟熏更为明显 这和炉灶的高度相复合 而且说明两上肢当时是处于炉灶的上方 死者额前布满了烟灰 头发的表层烧焦 眉毛部分烧焦 鼻毛已经烧光 但是睫毛去尚存 这就说明死者头部处于有火焰的空间 有大吸气和条件反射的闭眼的动作 解剖所见 死者的喉头冲血水肿 气管和支气管有黑色的碳磨 支气管粘膜烧伤坏死 这就说明有高温热气流通过呼吸道 造成了支气管烧伤 死者上半身大面积的烧伤 可知其当时已经是意识丧失 呈休克状态倒地 由于死者衣着为化学纤维制品 燃点就可以沿着易燃的衣着快速蔓延 造成了大范围的烧伤 这也是他最终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死者右小腿静前的烧伤 和炉灶右侧立柱的烧痕也是相吻合的 应与流淌的易燃物燃烧有关系 而这种易燃物 可能是作为引火的汽油 也有可能是失去控制的煤气 我们知道汽油作为液体 它可以向低处流淌 而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气体 相对密度与空气的比重 约为1.5比1 也就是说比空气大得多 因此液化石油气在泄露之后 也会存济于低洼处 而这也就再一次说明了 何文秀最初被烧时 是处于站立的状态 说到这儿 陈教授就停顿了一下 这说明了什么呀 这就说明了死者不可能是死后被人焚尸的 我在尸检的时候发现死者的头发没有被烧透 只是表层的头发被烧 而这种状态就符合了头部短暂处于火焰环境中 有人认为何文秀是被人打倒之后 头部身上又被浇上汽油分烧的 以此来造成自杀的假象 对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汽油浇在头部时 不仅头发应该被烧光 头皮也应该烧伤啊 但是死者的头皮却无烧伤 深层的头发也是没有烧着 这个现象就不符合头部被浇汽油后的现象 可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陈教授 可是在尸检的时候 死者头发上的汽油味很浓 这不就是说明了他的头部被浇了汽油吗 陈教授又是笑着摇了摇头 这种说法不可学 人的头发是吸附气味很好的载体 他不但吸附气味还能吸附油脂 比如有些人长时间不洗头 头皮上的油脂就会被吸附到头发上了 头发就会显得很油腻 当人处于小范围的封闭环境时 汽油燃烧散发的烟雾和汽油分子的扩散 飘逸就会很自然的落在头发上了 所以他头发上有汽油味 那也是很正常的 说完了死者的死亡过程 接着又是谈到了死者的死亡性质 台下所有人都是摒弃宁神 注视着陈教授 陈教授就一字一句的说道 从死者的死亡过程中可以判断出来 他的死没有自杀和他杀的迹象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 这是意外事故 此案复合操作不当 引起汽油和液化石油气的突然大片燃烧 从而造就的意外事故死亡的情况 而犯罪嫌疑人黎光和他的母亲徐真玉 也曾经再三反映 何文秀自从生过孩子之后身体一直不适 平常也不去厨房 一日三餐都是徐真玉在管着 而这回不巧 家里去金店加工干活 他自己下厨房烧饭 可能是先打开煤气灶 然后再倒汽油 再点火 结果汽油燃烧 煤气管又泄漏 从而引发了煤气着火 这才出现了这起不幸的事件 陈教授的话讲完之后 全唱鸦雀无声 少卿又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家的脸上都浮现出了钦佩和满意的微笑 就这样 一个县市级的案件 从地方到中央一波三折 也不知惊扰了多少人 今天在经过陈教授的勘验之后 才终于是真相大白 准确定性 9月6日 黎光跨出了监狱的大门 出狱当天 一家人都来迎接他 黎光感激涕零 直言陈教授是在世包青天 然而即便如此 即便法律给了黎光公平公正 人身自由 可是小镇上仍然有很多人 不相信这个判决结果 他们仍旧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他觉得这是有钱人的超能力 可是拭目一下 又有谁能有这能力 把咱国内最有名的法医行政专家 陈世贤给收买啊 这根本就是乌鸡之谈 好了 本期节目就说到这 咱下期精品大案 不见不散